一般我们画水墨小品画 事先要有一个构思和构图的这么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因人而异 因为我们在这个画小品画 练习小品画的过程当中 如果不太熟练的情况下 就先构图 想有个构思 你想画什么 画面的布局是一种什么样式 那么在画过程当中 首先要想一想 那么想一想 也可以在小的纸上 或者边角废掉的纸上 去构一下图 请一下稿 这个起稿也可以用毛笔 也可以用铅笔 或者用钢笔都可以 你比如说想一想 我想画什么 那么我先去构图画 那么画的过程当中 其实画几个圈圈也就可以了 不用把它画得很细致 那么我想画什么 就把它先构图画一画 那么想一想 一边边画边想 边画边想 这样的话 这个就可以使自己的脑子里想的东西 或者构思的东西 就比较能够思索的更加完善 这个画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使自己能够 在笔墨上也能够有一个 比如说哪个地方的墨色的这种排列 或者是笔墨的结构 都可以在画的过程当中 去慢慢的构图当中 去慢慢想 不着急 这个画的过程当中 就是想的过程也不着急 这个想怎么画 到这个构图当中 可以一点一点的 就去慢慢慢慢想 构图呢 也可以完整 也可以不完整 就是因为这个 只要你构思 构思呢 比较清楚 就可以 就是 也可以 就是大体上的墨色呀 又把它 又把它这个 摆不好 这个画几个人 都把它 都把它摆不好 这个 构图的过程当中啊 边画边想 哪个地方画得不好 或者哪个地方 这个构图没有完满 都不要紧 只要是你这个 因为是构思构图阶段嘛 它也没必要那么讲究 就是你想到 想到什么 你就先把它 在构图当中 你就把它体现出了 然后这个 还有一个提 有点